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华裔市长饶颖凡 近月来全力竞选加州主记长一职 他目前的支持度在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排列第一 临近多个城市的民选官员 商业精英 市民踊跃的背书支持 力争把饶颖凡推进加州议会 为加州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 来看本台记者回发的报道 饶颖凡早年自香港移民来美 能说流利的粤语 普通话 英语 饶颖凡竞选主记长的口号为移动资金强化经济 饶颖凡表示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 大家需要让经济重回正轨 因此政府需要努力缩小加州贫富人口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 他将利用科技去推动经济 让需要的人得到应有的辅助 在财务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我有25年的财务经验 所以在我们的候选人里面的话呢 我是背景来讲最强的了 而且回忆一个有化 那个金融背景的候选人 所以我希望带领我们的那个财务 进去那个Sacramento 希望可以跟他们 给他们多一点的那个财务知识 也帮助更多加州的人呢 来提高他们的那个财务 那个学校那个education的水准 所以希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区 此外 饶颖帆表示 他要稳固加州财务与退休金系统 提高社区教育与医疗制素 同时设立财务教育部门 让大家更了解如何正确的准备教育与退休计划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业与金融专业人士 饶额帆拥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和投资经验 并愿意与大众分享 其实在财务方面的话呢 我也准备建立我们有一个 叫Office of Financial Empowerment 我希望利用我财务的经验 而且是不偏不倚的一些知识 来教导大家怎么样去理财 怎么样去存款 有关于像你的提早退休 跟你的教育基金 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呢 我都希望提供到给所有的居民 加州的居民希望他们更了解财务的知识 饶额帆呼吁选民6月7号 加州初选时投他一票 祝他顺利出信 进入11月8号的决选 若他成功当选加州主记长 将是第一位亚裔移民 成为全州民选官员 他期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踊跃投票 祝他高票当选 更多资讯请浏览饶额帆竞选官方网站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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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